321可以开始了 大家好 没有很久我们就又见面了 这次视频的主题就比较紧跟潮流了 是这个最近新发售的优衣库U系列的一个试穿评测 本来我想昨天就录一个开箱的 结果昨天天气实在太差了 一直下雨然后天色又很暗 光线不是很好 所以就没有录成 优衣库U系列呢 其实已经出了好几年 如果买过的话 大家应该就都知道 它是优衣库跟那个LeMaire的设计师合作的 当然这个LeMaire这个牌子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啊 以前我就说过我不会发文 所以如果念的不对的话 也请大家不要笑我 我自己呢 是这个LeMaire这个牌子的粉丝 然后我在去年就是买了很多 很多件的LeMaire的衣服 特别喜欢这个设计师的设计 因为它的这个设计是那种 有一点疏离感 注重质感 注重扩行 然后穿着又非常舒适 而且是尽量的融入日常 不是那种必须得要有特定的场合 或者是特定的时间才能穿的那些衣服 所以我就很喜欢它的这种理念 然后再说回这个U系列呢 U系列其实以前是不叫U系列的 以前就叫GoLeMaire的合作款 看了这一季设计的lookbook之后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设计特别符合我的胃口 所以我就在官网发售的时候买了很多 今天就直接来做一个试穿和评测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季的设计 还有它的这个质量都怎么样 我一共买了十件有一件是泳衣 但是那件泳衣买大了 所以就不会在视频里面出现了 我把剩下的这几件搭配了一下 一共是六套搭配 然后就来用这六套搭配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衣服究竟怎么样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套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 这一套是模仿官方模特的一个搭配 我其实自己对这种颜色啊 平时是觉得不会看的 但是看到那个模特的那一本照片之后 我就觉得这一事我一定要买 然后首先为了给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桃桃衫 这件衣服呢就是一个全面的 比较硬挺的位仪 然后它是有一个半高领的设计 它自己的这个面料我觉得还行 里面是没有加绒的 但是它也非常厚 我觉得这个做的还是挺实在的 然后它这个设计呢 除了半高领这个比较有特色以外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肩部 还有袖子的这个比较大的轮廓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一块是 斜插的一片面料在这里的 所以它做出来的这个轮廓呢 就是可以保持的比较好看 然后袖子也是比较长的 穿了身上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oversize 然后这个肩线也是下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选购的要点 我觉得就是你不能买太小的吃码 甚至还可以买大一码的 不过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衣服 就没有必要去强求了 其实这个衣服我还买另外一个颜色 就是棕色的 那个颜色我觉得也非常好看 相比于这个特别特别的显眼的粉色呢 我觉得那个颜色就日常穿会更好一些 而且搭配花样也更多一些 接下来我就再说一下 这一设的这一条裤子 这个裤子上一季就出过 这一季是它的升级版 这个设计呢 我跟去年的那个裤子对比了一下 之后发现是 它们两个的这个面料的主要是完全不同的 去年的那一条主要是人造棉 然后今年的这一条主要就是正典的棉了 去年就是它的面料表面有一些鞋纹的感觉 然后今年的这个就是一个很致密的 然后横平竖直的垂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他的区别呢 就是去年的腰部设计是一个隐形的松紧 然后今年的腰部设计 腰后面的松紧做的很明显 腰部前面的它做了一个拉链和按扣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就是它还加了一个可以调节 松紧的袋子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区别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设计的区别 就是去年的那个腰比较低 也不算比较低吧 应该就是算中腰 然后但是今年的这条裤子做的特别特别的高腰 可以达到一步到位的效果 还有另外一个区别 就是裤长的区别 去年的这条裤子裤长 就是我觉得就算一个正常的长度吧 今年的这个它加长了至少一寸左右 大概也就最多165左右吧 这样一个身高 如果你的个子比我小的话 可能会觉得这个裤子有点长 当然去年的那个裤子裤长就是这么好的 我自己觉得就是唇棉的这个感觉 会比那个更轻一些 然后也更舒服一些 当然去年的那一条也很好吧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最后一个设计的区别就是 上一季的臀部设计是没有兜的 这一季的臀部设计它给加了一个小兜 我觉得这个跟去年的比 感动还是挺大的 而且也的确是有在进步的 我买了两条其中一条是我身上穿的这件 还有另外一个深蓝色 其实它还出了黑色 但是我就不能买那么多了吧 我就买了这两条 我觉得效果都很好 我自己穿的是美国的这个S号 所以第一身搭配就是这样啊 第二身这一套呢 就是刚才的这一条粉棕色的裤子 搭配它的同色系的这件大衣 然后这个大衣跟这个裤子的外料的材质是一样的 然后我买的大衣的号码是最小号的 就这个大衣的设计呢 我觉得非常简洁 然后穿在身上也很有型 扣子也跟大衣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就甚至有一些就是它的这个勒面正牌的感觉 但是这个大衣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大衣的尺码实在是做的有点太大了 我买的这个最小的穿在我的身上 我觉得还是就算是正好吧 可能会稍微有点大 我觉得如果你个子多小或者是说身材比我瘦很多的话 这个大衣可能穿着效果就没有那么的好 然后这个大衣呢 它是一个就是它是有内力的 但是它内力是一半的 就是它的这个侧身还有它的袖子都是有内力的 然后它的背部是上半部有内力 然后下半部是没有的 这个设计我觉得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就是它背后的那个中缝就是做的很漂亮 而且背后有一个开叉 这个开叉不仅好看 而且走路活动起来也很方便 所以这件大衣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再说一下我身上穿的这件白T 这个白T也是这一集新出的 之前优衣库出的这个UT系列 它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系列啊 我去年买了好多好多件 然后今年它还出了这个款式的 这个是oversize的款式 我就买了一个尝试了一下 这个白色我觉得颜色还可以 不是那种就非常非常刺眼的白 就是稍稍有一点柔和 但是又不会像米色那么米色的感觉 我觉得它这个中和的还不错 但是这个面料我觉得是不如UT的质感硬挺 然后它也就是跟UT摸起来比呢 我觉得有一点操操的 然后这件衣服我觉得就是它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那个料子可能也比UT的薄 所以穿起来就没有那个那么的有型 然后也比那个稍微容易皱一点 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没有那个好的地方 当然我又很喜欢它的这个阔性 你看它这个肩线就稍微往下有一点点 但是又非常的合适 然后领口这个大小我觉得也很好 就我觉得相比于买男款的话 我自己比较喜欢买这种专门给女款设计的 这种oversize的体式 我觉得就是会更适合女孩子的身材一点 然后它这个侧身呢我觉得也做的是比较宽的 总之我觉得穿起来效果还是挺好的 不知道其他颜色的这个质感是不是跟这件一样 如果其他颜色质感比这件好的话 我觉得那这款T恤还是很值得收的 所以这一套搭配就是这样子的了 接下来的这一套搭配就包括之前在国内提前发售 就非常非常火爆的一条牛仔裤 所以我们就要开始第三套搭配啦 第三套搭配就是它的一个U系列的男款西装搭配 我刚才那件白T然后我说的那条我红牛仔裤了 然后这一套其实搭配灵感是来自于 它那个乐面这一季的秀场的一个搭配 当然秀场模特搭配的是黑色西装和白色衬衫 我在这里就是就是简单借鉴了一下它的整体扩性吧 不能说是一个照搭的搭配了 这个搭配我自己非常喜欢啊 然后我就来给大家来一件一件的说一下 首先来说这一条非常非常火爆的牛仔裤 我当时买的时候呢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个水喜色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水喜色 然后在这个尺码选择我觉得是有点做的很奇怪 其实我买了两个号 我买了一个24然后买了一个25 但其实我平时是穿26号牛仔裤 我试了之后感觉2425我都可以穿 24的尺码我穿上呢就是它那个腰块那里面就是稍稍稍稍的有一点紧 25我觉得我穿的是非常舒服的稍稍有一点点松 但是我觉得25的状态应该是最好的 因为这一条裤子本来就是比较宽松的款式 如果你穿的腰部特别紧的话 也可能就是违背了它设计的这个初衷 所以我就打算留下25 这个裤子的裤长呢非常非常长 不管是2425还是262728就是它所有的裤子裤长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裤子比较长呢 尽量还是在店里让它给你改一下比较好 因为这个裤子本身就是直筒的 你改裤长不会影响它的这个设计感 然后其他的这个裤子我觉得就是腰部和臀部做的就是设计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后它这个质量我觉得做的也非常好 甚至你摸在手里感觉这个裤子是不止40美金的 算是一个物超所值的产品吧 然后我昨天晚上在家里面试试穿了一阵子 我觉得这个裤腰这里是基本是不会松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就是选择尺码的话 就尽量买比自己的腰稍微多一点点的那样的款式 因为这个裤子腰非常非常的高啊 也跟刚才那个棉的那个裤子一样都是一步到位的款式 穿的太紧了坐下是不舒服的 然后这个裤子我其实还想再买一条白色的 但是现在官网已经一条都没有了 我估计可能以后也没有了 如果有捕获的话我希望我能遇到一条吧 然后我再来说一下我身上的这一件西装外套 这个西装外套我刚才说过了 是它这一次UO系列的男装外套 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外套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感觉它跟那个 乐面正价线的男女装外套都非常非常像 它这个男女装外套几乎就是 unisex的就是男女都有的 这个西装的外料呢就是一个清伦的面料 这种人造的面料也不能说光看人造 你就觉得它是不好的 其实人造面料有很多做的也都非常的好 而且也很贵 我觉得这个面料做的还不错 而且因为我家里有猫嘛 我感觉这个西装外套比较主要的一点 就是它尽量的不要容易粘毛 我觉得它做到了 然后它这个料子应该是春夏的款式 所以做的就比较薄 这个穿在身上也比较轻快 我觉得就是感觉是很好的 我自己买的是男装最小码吧 没有想到这个男装最小码穿在身上 非常合适 甚至连袖子都蛮合适 所以就完全什么都不用改 然后男装这个本来设计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版型 不是那种宽松的版型 所以如果你个子跟我差不多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一款 穿在身上效果非常的好 我买了这个蓝色的 因为我自己没有蓝色西装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系列最好看的是它的那个灰色的那一款 不够估计之后可能也能买到吧 然后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这个领子 它这里就是跟很多很多西装一样 就是这里面有一个侧带 然后这一边还有一个就是带扣的一个侧带 就是它这个细节做得非常好 然后它有三种颜色 灰色蓝色还有黑色 这三个颜色基本穿在身上都是会出错的颜色 所以这个西装外套就是这样子 我们这套搭配就说完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一步下一套搭配 接下来的这一身呢 就比较两块了 就不是现在就能穿的那种 然后我觉得我穿着这一身像一个紫术 然后我来首先来说一下我身上的这件外套吧 这个外套我特别特别喜欢 首先比较喜欢它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这个淡紫色的非常特别 而且穿在身上也比较显肤色 然后我想说一下它这个面料 就是是很轻活的棉 然后做的手感非常的好 穿在身上就是它有一种crispy的感觉 然后也很透气 这个衣服就是是一个那种夏天穿的 就在外面搭一下那种小外套 在我们这一边的夏天呢 晚上就比较凉 我觉得还挺实用的 然后这个衣服它背后背上半部 是有一个小网状的那种透气布的 然后后背的外侧呢 它有这两片 它是一个两片式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两片其实它是分开的 虽然是分开的 但是它是用这个透气网连着的 所以这个衣服在夏天穿的时候 它因为这个地方是开的 就会后背也不会觉得很热 也都会非常透气 然后它的下摆这里也是可以调节松紧的 所以这件衣服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看 又特别使用的夏天穿的小外套 我自己觉得这件衣服就应该以后 会在我夏天的搭配里面经常出现 然后接下来我就想再说一下 我身上的这件T恤 就是今年U系列新出的这个T恤 跟它去年的UT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虽然说是一样的呢 或者是说升级吧 其实它还是有些许不同的 除了颜色以外 每一季它都会出新的颜色 我想说一下它的这个 跟去年的那个UT对比呢 就是我这里有两件 然后一件红色的是今年的新款 另外一件是去年的款式 我想给大家比较一下 这两个都是S号的 就是首先呢 就是我觉得可以看得到 就是这个今年的这个S号的这个款式 是比去年的肩膀 这里面稍微有一点宽的 就是身宽这里稍微宽的一点点 然后身长是长的比较多的 你穿在身上也会感觉比较明显 会觉得这个T恤比去年的这个感觉要长一些 然后面料上我觉得稍稍的有一点点的不同 但其实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么的敏感的话 摸下来感觉是一样的 总之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买 但是今年这个T恤在美国这边涨价了 去年卖9块9 今年卖14块9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非常值得买 因为你看就像我这个去年的这一件 就是用洗衣机洗用烘干机 轰了不知道多少次 其实它的这个状态还是挺好的 这领口这里稍微有点扯 但是穿在身上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衣服是非常非常值得买的 而且它这个颜色也都非常好看 我身上穿的这件紫色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而且搭配衣服也挺好看的 然后我还买了这件早红色 这早红色穿的身上挺好的 所以UT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接下来说一下身上的这条短裤 这个短裤看一下 短裤是29块9 30美金吧 然后这个短裤我内还没有上架 所以我就在这里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短裤它是一个腰部松紧带的设计 然后两侧有非常大的那个口袋 然后是一个比较蓬松的那种短裤 然后我觉得这个长度其实挺适中的 像我现在就不太喜欢那种 以前很喜欢穿那种牛仔的 就是勒得比较紧的那种短裤 这个当然也是牛仔的 然后它的这个牛仔裤是日本的 然后是那种比较轻薄的那种布 所以穿在身上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它做了那个水洗的效果 你手去摸它也会觉得会那么的硬 没有那种不质地很深的感觉 然后它的这个设计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也是贴近了它轮面正加线的一个标准 就是它这个走线呢也都是白色的走线 跟轮面的我自己有的轮面牛仔裤的 就是黑底儿白色走线是差不多的 这个穿在身上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 而且这个裤子我觉得都是 就算是夏天你不穿出去 你把它买回来在家里面穿 我觉得也是很好看的 也因为它自己的面料很舒服嘛 所以我觉得当家具服也是没有问题 这个紫色我买是因为我觉得它很特别 其实我在官网上看感觉它的那个深蓝色和黄色实物 应该也是非常漂亮的 不过不同的颜色它的那个走线不一定是白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所以这条短裤就是这样 那么这一身的搭配就结束了 第五身搭配呢就是我用它这个系列的一件 长款的oversize的一个衬衫来搭配 跟我之前的那个棉织裤子是同款不同色的蓝色长裤 然后再配上我的自己本来就有的一个 勒梅尔的长西装 非常非常长的那个西装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衬衫 然后这个衬衫呢我是自己比较喜欢它的颜色 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款的这个设计 因为这个颜色所以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衬衫细节做的挺好的 就包括它的这个扣子都是做成了跟这个衬衫颜色一模一样的 这个衬衫的面料你摸起来也会觉得很特别的那种 因为摸起来感觉它应该是混放的 但其实它是百分百全变的 当然是一个稍微有一点弹性 然后又觉得有一点透气的那种 就是很适合春夏的一个轻薄的感觉的 然后它这个肩线下沉的就非常非常严重 我买的是S号 因为我自己的胸围没有那么小 所以我就只能穿S号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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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宽大 然后再加上还有比较长 所以这个衣服就是 如果你不太习惯这样的衣服 我觉得第一次穿它应该是不习惯的 然后我现在已经非常喜欢它了 不仅是因为它的颜色 然后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挺适合我的 并不是说一定要买那种完全凸显你身材的才好看嘛 而且这个衬衫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不光是就是身形是oversize的 它连这个领扣都是有一点松的 你看我的这个扣子是完全系好的 但是它这个领扣也非常松 所以穿起来就是让你觉得有一个比较放松的感觉 面料的纹理是有一点邪味的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质感也不错的 但是实物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容易重 不过这样的大衣服我觉得夏天就是 你单穿单衬衫嘴也可以 然后用来搭配其它oversize的衣服也可以 甚至你也可以把药系起来 就是系成一个短上衣的感觉也很好 所以这件衣服我觉得就是见仁见智吧 喜欢的人应该就会非常喜欢 但是如果你的身形比较窄的话 可能就会不太喜欢这件衣服 总之这个衣服我觉得比较挑战 所以大家如果想买的话一定要担心 所以很快就要到最后一身搭配了 然后最后一身搭配 其实也是只有叫我没有说过的单品了 就是现在身上的这一件淡蓝色的衬衫 这个衬衫是就是跟刚才长衬衫比 它是就是比较短的那种常规的长度的衬衫了 然后我搭配的也是上一个搭配里面的蓝色长裤 然后搭配的是U系列蓝色的西装 然后这一套搭配起来 我觉得它们的这个颜色搭配实在是太和谐了 深深淺淺的这种蓝色搭在一起 我觉得就是很很衬气色的一个感觉吧 主要还是来说这件衬衫 这个衬衫呢 跟刚才的那一件黄色的比 就是大家可以也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这一件就要比那一件要硬挺很多的 而且这一件跟那一件比 就是它的面料感觉也是不同的 实际上这个虽然看起来很硬挺 但其实它里面是加入了一点弹力纤维的 所以这个衣服穿在身上 也不会让你觉得就是特别硬没有弹性 就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这个料子比那个就厚非常多了 就穿在身上 因为它面料的关系 这个色彩的呈现的感觉 也会更厚一些 然后这个衣服版型 我觉得跟刚才那个长款比 也是有区别的 长款那个衬衫是完全不收腰的 然后这个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收腰 然后下摆是圆弧形 所以就哪怕你不把这个衬衫塞进腰里面穿 单穿的话也是很好看的 然后它的这个肩布这里做的就是比较古 然后肩线也是很下沉的 它是自己不太喜欢这种古古的感觉 或者是你本来肩就很宽了 可能就不太适合这样的衣服 我自己觉得其实还是挺好看的 你可能会觉得就是它活动的时候 可能也会稍微有一点苦 所以就是一定要好好的挺直 背起来好看 这个衬衫我还特别喜欢它的这个淡蓝色 我觉得这个淡蓝色很特别 然后染的也非常的漂亮 就是在评价产品里面 我觉得这个算是非常出色的 其实它其他的颜色 包括粉色紫色甚至还有格子 就是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就是你的选择可以非常多吧 这个穿起来我觉得也很好搭 我刚才搭的这一身感觉就挺好的 然后我估计之后你去搭配黄色 搭配白色搭配一些 春夏衣服里面常见的颜色 我觉得都会挺好看的 然后这件衣服我也是买的S号的 因为就是胸没有那么的沾 穿起来我觉得是可以的 自己如果喜欢这种破型感的话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尝试的 因为这个价格也是只有39块9 它如果你能买到这样一件破型 非常好的衬衫的话 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然后这个领子跟刚才的黄色衬衫也是差不多的 没有那个那么松 但是这个穿起来也是非常舒适的 寄到最上面的一个扣 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让我想想我还有没有什么没说的 应该是没有了 所以我就把我买到的这些单品 都跟大家介绍完了 然后也把我的感想 还有我的对它这些设计的理解 也跟大家聊了一下 我觉得最后总结一下呢 就是它的设计 号称是U系列 有史以来款式最多的一季 我觉得不仅是款式最多的一季 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 特别有诚意的一季吧 感觉这一季就是可尝试的 可穿的东西更多一些 而且在生活中 我觉得也会非常实用 且好搭一些的 然后这一季的设计呢 我觉得就是色彩非常的丰富 然后就特别的有趣 而且它这个色彩的选择和运用 都非常非常的精妙 就是能够体现出 它这个设计师的水平 而且甚至很多色彩的搭配 都跟它这个露面 19年春夏的正价线的 它的那个设计都是非常相近的 如果说这一季 我买到这些我比较推荐的款式的话 就是我想说 首先就是它的裤装 我觉得这我买到这三条裤子 甚至还有包括一条短裤 某种四条 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然后再还有一就是 它的那个短的外套 我觉得也很好看 我觉得衬衫也挺好的 但是衬衫 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很喜欢 也不是说所有人都会穿 所以我就算推荐吧 就是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觉得可以试试 然后像它的那个T恤 T恤我觉得就 就我什么都不用说了 T恤就是这个系列 就是最受欢迎的产品 我也觉得这个T恤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像它新推出的那个款式 我觉得就是 你还是要多去摸一摸食物 看看其他的颜色怎么样 如果是那个白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一般的 后还有就是 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 首先就是比如说那件大衣 我觉得那个大衣做的小 最小号也很大 不是非常的娇小身材友好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那个裤子的裤长 其实裤子裤长还好啦 你去那个裤子的店里面 它都可以给你改 但是尤其是快时尚的话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做的很合适的话 你还要再去改一下 你就会觉得有一点麻烦了 然后我这一季的裙子 我一条也没有买 因为我之前有买过电影裙 然后觉得有点失败 所以就退了 然后半裙我还没有来得及看 因为我们这也没有那么暖和 所以就不太想买 可能以后有机会会考虑入的吧 所以这个系列我觉得 如果你没有尝试过穿NASA 才比较多的话 我觉得可以尝试 然后如果你想要就是非常舒服 有品价的那种棉质单品的话 我也觉得可以尝试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 LAMARE的设计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试试 毕竟LAMARE的正价线的产品 价格还是很高的 就我买的这一大堆价钱 也就够买一件LAMARE正价线的产品的 这样对比的话 这样的这个性价比就会非常高了 所以这一次的U系列的试穿和评测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然后之后我穿着这些单品进行的搭配 我也都会继续更新在微博和我的公众号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ID都叫农方学长 跟B站是一样的 然后最后也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关注和收藏呀 所以就让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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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